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之亲,我们来聊一下周琪 最新消息的周琪是收到了NBA步行者队的训练营邀请 邀请他参加步行者队的夏季联赛 如果在训练营中有好的表现的话 那么步行者队将会给予他一个合同 这个事情对于周琪来说是一个好事 对于个人来说,他又能重返NBA 有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登上这个世界篮球最高水平的联赛 其实这个对于周琪来说是非常可喜可贺的 但是目前周琪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夏天,中国男男的赛事非常多 而周琪是铁打不动的绝对主力 那么周琪必须要在国家队和NBA之间进行一个选择 按照周琪的意思呢 很大概率会选择留在中国国家队来参加这个集训 以应对这个夏天的世界杯选赛和亚洲杯 还有亚拥会这些一系列的赛事 其实周琪在下个赛季很有可能不会返回澳大利亚打球 因为在第一个赛季 他虽然在前一个阶段打得非常好 但是整个一个赛季下来 他并没有被球队重视 当时以他为舰队核心这个理念并没有最终实现 所以呢他这支球队也没有闯进NBL的气候赛 总的来说对于周琪来说不算一个成功的赛季 他个人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那主要是因为上场时间有限的问题了 那么说到这个事 周琪说到回到NBA这个事情 那么周琪很有可能会选择中国男篮 因为周琪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篮球运动员 从他这么多年的国手经历来看 在国家荣誉和个人荣誉面前 他肯定会选择国家荣誉 那么虽然步行者队的邀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对于他来说 但是呢这种情况下 周琪我相信他会选择中国男篮 而不会选择NBA 也许明年周琪也有登陆NBA的机会 明年登陆NBA才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今年实在是比赛太多了 中国男篮没有他 中国男篮目前处于低谷 如果没有周琪的助政的话 那么整个三大赛这个成绩就无法做保障 所以呢周琪是目前中国男篮最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周琪将会无缘新赛季的NBA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